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鱼业署去年与便利商店合作 将国产水产品开发成 复热即时餐点 广售好评 今年再推出鱿鱼和鲁鱼制成的 美味即时料理 让民众在便利的通路 就能快速吃到国产美味 除设计有成的复热即时餐点 在超商通路贩售 让民众在居家领近的地点 就能吃得到国产美味 就是我们这个阿根廷油鱼呢 就是用这个沙茶的这个 蒜蓉酱下去密制烧烤 吃得有蒜蓉 所以我们饭团呢 上面还会有一个密支酱 刷上去之后再去烤 烤完之后它里面会产生 上面会产生一些波发的奶油 这个在技术上其实非常的难 工序非常的多 对我们不论服的 我们把它做出来 对我们现在这个全台西门都翻售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吃到 吃美味的鱼鱼汤 吃鱼鱼汤喔 有豆乳跟很多鱼鱼肉 吃起来真的很香 满满的新鲜的味道 又有鱼的感觉 就这件表情 还是要跟还有两位报告一下 真的不错吃 波发的味道 还有在里面的沙茶鱿鱼 这个是很对味 谢谢两位鱼池这边的开花 谢谢 鱼业鼠 顺应消费者追求快速 与创新的饮食习惯 福岛相关产业及加工业者 持续开发多元化的国产水产商品 为大家增添日常美味 那今年我们在跟葡萄的合作 推出了沙茶盐烧烤鱼鱼饭团 我们跟民族吴鼎层合作 应用我们遗传在西兰大西洋 五辣的油鱼 带回来新鲜的油鱼 搭配中秋节应景烧烤美味 来制作这个饭团产品 另外跟米其林 币比登推荐的餐厅 那来合作来创造一个 薰燕姜丝鱼鱼湯 这个鱼鱼是应用我们自己养殖的 金木鱼鱼鱼 目前正在生产 那来创造这两个产品 推荐给全国消费大众 欢迎敲烤大众到Seven 来享用这两个产品 当然Seven一定会推出 很多的优惠的措施 来推展这两个产品 那夜属 为了因应整个消费形态的改变 为了提升我们国产的水产品的 市场经锁力 多年以来都补到 产业团体加工通路业者 来开发各种不同的产品 让消费大众 能方便买清充煮 及时吃 来消费我们国产的优质水产品 那在方便买里面 我们在实体通路上 跟统一烧汤合作 来推荡 当然我们各产业团体 也有实体变便 可以来消费 来就近购买 那在现场网路通路的话 产业属也开发了 买仪器先移购的网路 网购 可以欢迎社会发送 可以上网去采购 那我们各个仪会 包括全国仪会 各基仪会 都有产业网路官网 可以消购在地所生产的水产品 那轻松组呢 我们为了符合现代社会需求 除了陈衣产品以外 我们禁锢的舞蹈 开发如鱼片 鱼排 鱼肉 水饺等 很方便料理的水产品 提供给车位大众 轻松带位家 就可以做料理 介绍一些厨鱼的方式 那即时吃 我们会开发一些老少咸鱼 即开即时 如 衣领萃及 冻饮 罐头 饼干零食 一斤 料理包 加热即时食品 等等的 我们推动这三个 但消购大众 能很方便的去买 轻松的回家煮 啊 随时买随时可以吃的即时甜品 那在这边 很感谢各位贵宾 能来参加我们这个 新产品的记者会 更加感谢 同一艘商 能跟鱼叶鼠合作 直接来推展我们国产的水产品 让消费大众 能很方便的到各个通路商 各个门市店买到各种水产品 在这边鱼叶鼠 终于这一块大人 祝大家终于这一块快乐 鱼叶鼠期望通过 丰富国产水产品的市场 让大家在日常中 享用到多样化高品质 与值得心爱的国产水产品 进而强化国产水产的市场竞争力 提升产业人性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 眼见不一定为真 突如其来的网络爱情可能有诈 刑事局宣布破获了一起 假交友真诈骗的案件 清查全台至少有62人受骗 损失金额高达600万元 警方除了破获诈欺机房外 也将女性主嫌等17人查契到案 投资诈骗 有一线机首在IG及X等社群平台 使用盗用或AI生成的美女照片 诱骗被害人付费加入会员 才能以恋爱方式聊天 然后再以家人生病等理由 引诱被害人加入 互惠工作室群组 再由第二线客服人员 接手匡骗被害人投资 初步清查全台至少有62人受骗 损失金额达600余万元 该诈欺集团 系以社群平台创造假的帐号 那并以AI或假冒他人的头像 来创造假帐号 那来吸引被害人以致攀谈 那在攀谈之后 那并以可以复会约会 或者是可以传送私密照片 又有遍被害人 参加假投资平台的 注册会员帐号 那在注册会员以后 再跟被害人 以爱情交友的方式 那要求要 共同投资 或者是说 家里有急难等等 要求其协助 来去做投资 那再把相关的讯情 转给第二线的 互助投资的工作群组 那由第二线的车手 女化素 来对这些被害人进行诈骗 行事局方面 进一步说明 这个诈骗集团的犯案模式 希望提醒民众注意 里面的机床 它会假扮成一个美女的形象 然后在IG跟X平台上面 PO文或者是以限时动态的方式 然后跟被害人说 如果你们付费的话 就可以跟我约会 或者是可以拿我的私密的照片 那被害人就会受骗 然后开始跟这个机首聊天 那聊到一定程度之后 机首会把他加到LINE 就是跟他加LINE的好友 那之后机首就会开始 引用被害人去注册 假投资网站 那注册完之后 他们就会 机首就会说 我的家人生病 或者是你要跟我 去注册这个假投资平台 可以获利 那获利的部分 就可以帮助他付医药费 那他自己也可以获利的 这个互惠费的部分 那之后被害人上当之后 他们就会加入 假期集团的投资方案 那之后就会有这个洗澄水房 跟二县的机首 那继续诈骗这些被害人 刑事局经过几波查契 将理性主嫌共17人陆续逮捕到案 并以违反诈欺及组织犯罪条例等罪 移送桃园地检署偵办 其中14人经法院裁定积押禁件 刑事局方面也提醒民众 诈骗集团利用网红趋势 锁定年轻族群 透过社群平台 以色诱交友等方式诱骗被害人 呼吁网路交友要谨慎 如果碰到注册不明网站 极有可能就是诈骗 建议先拨打165反诈骗专案线咨询 不要因为一时兴起 让自己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飞扬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113年的国庆主事觉曝光了 以国旗的红白蓝三色为主 加上类似穿花线条的双十形状和国花做组合 整线团结共融 融合文化传承与创新 象征不同声音与意见 在爱国精神的引导下 共同为台湾的未来而努力 那这一次的一个设计的团队 使用了我们的国旗的元素 红蓝两色 那蓝色象征了我们一个自由和平 那红色则象征我们的一个爱国的热忱 那也代表在台湾我们这块土地 融合了不同的声音 及不同的意见 那在爱国精神的领导之下 我们也共同为我们台湾的未来而继续努力 那我想设计的团队 这次也凸显在用线条 来融合我们文化的传承 包括梅花跟现代感的一个图形 这个也是一个激励大家来共同努力的象征 那我想梅花是作为我们中华民国的一个国花 也不仅代表着坚韧跟美丽 还具有深厚的文化和历史意涵 那我们把梅花融入设计 也让人们在庆祝国庆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文化的传承和历史的厚重 那另外在设计中我们的传统元素部分 这个一个现代感的一个图形设计 那这个的设计也是一个 以创新跟传统来做一个结合 那我们也希望在不同的创新跟发展之下 我们追求我们中华民国更美好的未来 吴塔恩表示 这一次国庆祖室决 由一群年轻设计师所共同创作 在由立法院长韩国瑜圈选定案 特别是设计团队决定以匿名方式 来参与支持国庆活动 我们的设计 支持大概就是由同一批来做设计 那他有设计很多种样式 那最后我们所圈选的部分也是依照主任委员 也就是韩院长他来做选定 那我想这一次的设计 其实他是由一群很年轻 然后也充满热情跟创意的年轻设计师 来共同来创作完成 那将创新的图案跟传统的元素去做融合 那因为他们是说希望匿名 所以说也跟大家报告 那其实我们也尊重原本设计者他的想法 那既然他是表明是以匿名的方式 那我们就尊重他 至于近几年国庆日当天邀请橘色恶魔 与翡翠骑士等国外知名表演团体 那针对于这一次本身我们国内就有身具意义也专业的团体 所以在后面的适当的时机我们做公布 另外今年10月10号国庆大会也限量开放500位民众到现场管理 从9月5号到9月12号开放线上报名 预计9月20号中午在国庆官网公开获选民众名单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肝癌是国人十大死因的第二名 三种分享了一个成功的案例 治疗团队采用玻璃以90体内放射为求治疗 一名晚期的肝癌患者数后追踪至今超过两年 原本15公分大的肿瘤几乎完全消失 一起来关心 不但成功让张先生降期不再复发 两年半后影像追踪更显示原本15公分大的肿瘤几乎完全消失 我想我们在做1910在帮张先生做1910的评估之前 他的肝脏的肿瘤大概接近15公分大 然后同时门禁脉的侵犯也达到第三级或第四级 那做完治疗大概半年左右 他的肝脏的肿瘤几乎是萎缩了 那我们在做核殖共振的追踪也没有看到这些癌细胞 对 那陆陆续续在这两年的追踪当中 他的肿瘤都在影像上都没有看到 那他的肿瘤 那个胎儿球蛋白的指数也都持续稳定的下降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治疗方式副作用极少 让张先生能维持正常生活 当然心理压力是很大 怎么说 可以这样 就是相信医生吧 那时候的心态就是相信医生 然后专心做治疗 就这样 因为你之前已经做维持酸塞 对对对对 因为跟1910跟酸塞比起来 真的1910 其实跟酸塞比起来真的没什么副作用 以我个人的经验 他的生活品质还维持得蛮好的 赵惟舟表示肛癌酸塞治疗方式有三种 包括传统化疗 载药围球治疗 以及体内放射治疗 玻璃以90围球治疗就是体内放射治疗 将高放射性的围球注入肝动脉 围球集中在肿瘤微细血管中 净纪律给予肿瘤高辐射剂量 效果持续3到6个月 病患的不舒服感也比较轻微 他是一个体内的放射治疗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计算的是肝癌的辐射剂量 我们要给到足够的辐射剂量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治疗当中 我们没有真正把肝脏的血管酸塞掉 我们是给足够的辐射剂量 所以病人在做完治疗之后 他的不舒服的感觉 明显会比传统酸塞来的轻微非常多 然后也是因为放射剂量的关系 所以他的这个治疗效果可以比较长 大概可以维持3到6个月 那他比较适合的是什么样的病患 事实上有肝癌的病人 我们都可以评估 但因为国内的这个健保制度的关系 所以我们目前在国内可能 一般放射科医师比较能够有的共识 大概就是比较大科的肿瘤 那有门静脉侵犯的这些肿瘤 那或者是病人可能做完治疗 也许考虑降期之后 可以去手术或患肝的病人 不过这种治疗方式 并不是所有患者都适用 治疗前需要经过仔细评估 主要是希望透过酸塞治疗 让中晚期肝癌患者有机会降期 目前有20%的患者 在1910治疗后 成功进行手术或患肝 病人在中晚期接受这些1910的治疗 我们不敢说他一定会 可以达到手术降期的效果 但是因为这些积极的治疗 在某一些病人上面 还是会给病人一线希望 治疗的希望 因为通常这些病人 大概都是在肠胃内科 或者是一般外科医师那边做追踪 对 那我们是希望说 如果有越来越多的患者 他在肿瘤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 有考虑到这个治疗方式的话 其实会大大提升他 将来可以手术降期 或者是治愈的这个机会 记者张其滩台北报道 台北顺利国乐团即将登场的新乐祭 以经典传承为主轴 推出了六大系列的演出 邀请爱乐者一起欣赏美好的一门盛宴 的古雅与摩登 传统与前卫交织 还有声乐魔鬼与灵魂的秘密 抢先临上 台北市立国乐团即将登场的新乐祭 包含歌 乐 舞剧等多元表演 邀请国内外知名乐团乐器家表演 共计六十四场精彩演出 我们整个台北市立国乐团的乐祭 其实有好多好多的演出 你刚刚讲到六十四场 其实我都不确定 顺便还更多 除非你有些还没有写在里面 那因为台北市立国乐团 作为一个公家乐团 除了我们正式的演出以外 其实也有很多 就是比如说我们要服务市民 然后要带文化走到巷子里 就是我们服务很多市民 然后我们副社团的演出之类的 就是多彩多姿各式各样 然后还有每年的上半年 我们会承办台北市传统艺术祭 那就有更多的团队可以来 就是报名我们的这个传统艺术祭 然后经过我们的审核 然后还有赞助了之后 就可以使用我们的资源 然后或者说我们就是 结合起来以后 再把他们的这样子一个节目 就是推给台北市民听众 这样子 所以其实每档节目就是 大家打开我们的乐器手册 就是有喜欢的节目都非常欢迎 就是进来听听看 大家如果走进音乐厅来听呢 就是会发现说 就是我们除了演出 一开始最经典的比方说季神 就是在2000年之前的那个作品 然后一直到近年 这几年才写出来的作品 从旧到新 然后甚至就是 我们从来没有在台湾演出过的 就是日本亚乐 那个去我们去改编 然后就是有点像那个祭祀的这种 很现场很即兴 然后很环绕音响这样的声音 其实这属于我们自己 写音里面的东西 就是我们其实像来 就是东方的美学 其实很少这种就是 比方说像是音乐上来讲 对拍子 或者说绘画上来讲说透视法 所以我们看到说 就是东西方的那个美学 不管在音乐 或者是在建筑 或者是雕塑 或者是绘画上面 其实我们是在属于说 在找回这样属于自己的 一个文化的声音 这个文化的一个identity 那我们 当我们把这个 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 亚洲属于这个 这个东方的这样的声音 推出去的时候 我相信会受到就是 就是全世界就是 非常大的一个注目 北市国团长也由 中国文化大学 中国音乐学系教授 郑立斌接任 再次回归的他 也将带领团队 开启新的乐记篇章 其实不管是企业的合作 或者是对于基层的推广 教育 其实讲穿的就是希望 能够做更多的观众的开发 对 那其实这三年在校园里面 真的很深刻的感受到 招生的状况 跟学习的状况 那一方面少子化 当然是最严重的影响 但是某个程度说 这个产业的就业没有那么好 也是促使现在的 的那个 一般的家长 就 宁可送小朋友去打棒球 因为棒球产业 发展得很好 对 这个觉得 我觉得是我们未来 要更努力的方向 对 希望让后職学习人口 爱悦人口 能够更扎实 我非常希望 那 等到政策长来了 我们好好的能够整个的团 从欧洲回来 我们重新的再来思索一下 特别国业团 到底能够为 台湾的卓越 怎样再带出一个新的高速 特别是政策长 还在中西医院他兼聚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课子 其实是 国业界里面 我觉得是 是 不多见的 而且他经验很丰富 教学经验跟指挥经验 创作经验都有 所以我们一起来想一想 能不能在明年后年 能够让台北市的国乐 有一个全新的演出 跟崭新的风貌 好吧 我个人也是非常期待 也非常希望 在不影响你的健康的情况之下 我们一起来努力 好 那在今天 这个场合 其实 非常感谢郑团长 再回到 约团来 那我在这边我想 其实 就像刚刚 约团所提到 担任过 事故事交 的代理团长 那在这过程里面 其实 其实 要最感谢的都是 我们 的 团员 跟行政团队 好 那在这边我想 其实我到 四国来的时候 政党团长 已经把整个业绩 握画好了 那我们就是跟随着 他的脚步 那我们团员们 在 首席指挥的督导之下 带着团员跟 大家一起把这个业绩 完美的做到演出 那我想在这过程里面 也非常感谢 除了我们团员之外 首席 还有我们的护士团 其实在每一个 包括我们到 南部的巡回 到外岛的 离岛的巡回 那每一个 都是一个非常棒的 一个演出 那在这过程里面 我想 其实行政党团人 最辛苦 好 就是说 在团长的 音乐素养不够的 状况之下 还是必须 要去把新的业绩 去 播化出来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 政党团 在业绩 这样要 一个 需要生出来的时候 帮我们 催生出来 那我想这个业绩 一定会 更花光花热 那我们期待 业团 未来更好 另外北市国也将在 9月14号 启程进行欧洲巡演 世纪疫情之后 首次出国巡演 在捷克与德国 进行四场音乐会 带来多首 与台湾主题相关的 国乐交响曲 透过音乐 让国际感受 台湾美好的风土人情 记者问君 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 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 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 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重可除 两年以下 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逛古机也可以很时尚很科技哦 去年创下路源人数802万历史记录的 松山文创园区与5G国家队合作 在园区建制了5G的专网环境 透过七大5G的人工智慧物联网 应用服务提供国内外游客更完善的导览服务与观展娱乐 文创园区最新建制的5G移动式多功能服务机器人 去年创下路源人数超过800万人次的记录后 松山文创园区已经成为台北市最热门的景点之一 在大巨蛋开幕后预估造访人数更渴望突破千万 因此如何提供国内外游客更完善的服务 成为园区面临的重大考验 引进5G加AI的科技应用服务 就是松山文创园区升级进化的关键 因为整个松山的服务力真的蛮大 6.6公顷 室内大概有3公顷 室外也有3公顷多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 我们觉得说民众有时候走不到一些点 那他需要一些帮助 所以我们也是利用像科技服务 像机器人来服务民众解决问题 其实松山现在就已经有很多的 志工是在做走动式的服务 但是我们发现这样还是挺不够的 所以民众的问题五花八门 我们把过去民众问的问题五花八门 变成一个题库 放到机器人里面去开始做学习 因为整个全基地打开 可能还需要一个两年的时间 所以我就随着这样一个 已经先做了一个基础的见识 等到全基地打开 我们相信应该有其他的需求 会再加进来 那我觉得这也是科技化服务里面 现在所谓的AI很重要的一个项目 那另外像我们这次也在 整个仓库里面的四号仓库 建置了5G的环境 甚至有360度的一个全视角 我们也在想象各种的展演的 各种可能性 主导这项古迹创新应用科技服务计划 负负建构5G专网环境的台湾大哥大方面也认为 占地面积广大 又有室内室外空间的松山文创园区 很适合引进5G科技 让游客可以轻松漫步园区 体验更便利的科技服务 因为5G的特性就是anytime anywhere 所以呢它的魅力必须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场域里面做展示 那它也非常适合这种室内室外非常复杂的环境 如果你用固网的技术加WiFi 其实都有它的这个穿透力 还有涵盖度的问题 但是用5G原则上就跟大家用手机一样 它的整个穿透力涵盖度是可以大幅提升的 国发会副主委詹安方冠表示 5G加上AI是数位科技发展的关键 政府在前瞻计划编列490亿元经费 就是希望鼓励厂商投入研发 让大家知道台湾不只有晶片 还能提供很好的数位服务 5G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开放架构 所以台湾的我觉得很好的这些ICT厂商 不用再去做电脑这些东西 因为他们也有机会打入我们整个电信网路市场 可是我们必须要有能力证明 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实力 所以国发会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 鼓励我们的国产厂商能够制造5G的设备 能够推出5G的应用 当然希望也能够把这个 这个业务推展到全世界 台北市副市长林毅华也感谢国发会的支持 促使5G国家队与松山文创园区合作 让这个台北市区重要的古迹也可以很时尚 并且充满无限可能 我们从原来5个出入口便12个出入口 便每天5万人进到什么边来 所以大家知道那个服务量能 都必须要靠科技来共同来协助 甚至为了让它服务更好 所以看到有战情中心 让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能提供更完完善的一个服务 那再来呢也透过5G 我们可以在能源的管理 反正各方面 基本上来讲 都会让它整个的大升值 透过这项智慧广告显示 与多国语言及时翻译服务 国外游客就可以在游客中心 得到所需的各项游园资讯 采用透明玻璃界面 更让外国旅客没有隔阂感 还有360度全景即多视角直播 加值人员管理及智慧数据全占情管理平台等 7大5G AIoT应用服务 也陆续建置完成 负责建立原区各项应用服务设施的 伪创数位科技董事长黄博团认为 这是个挑战也是个机会 这持续进行压力测试与设施改善下 全新升级的松山文创园区 将分阶段启用各项5G人工智慧物联网应用服务 欢迎国内外游客 一起来园区感受古迹观光新模式 5G尊王导入古迹智慧园区计划 专案成果正式发表正式启动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根据统计台湾每年约有上万件大型车事故 科技公司又推出了爱在途中 安心前行的社会公益专案 捐赠全台首创的大型车先进驾驶辅助 及管理系统 给台湾守护着联盟社会公益协会 共同守护用路人的安全 事故率死亡率居高不下 因此科技公司捐赠台湾首创大型车先进驾驶辅助 及管理系统 给台湾守护着联盟社会公益协会 共同守护用路人的安全 其实它是一个全台首创 一个大型车 一个辅助以及管理系统 是一个驾驶的辅助以及管理系统 其实这个是我 我可能甚至相信也是全球初创 因为我们的传感器 我们的方案其实用在非常非常多的应用 只是结合在这个社会公益的这个活动 的确是我第一次看到 那我也认为是非常非常重大的意义 台湾即将在2027年 政府会有一个强制性 希望在大型车要安装这个警示系统 可是我们认为这个意义已经刻不容缓 所以我们其实跟飞鸟车用 我们已经合作超过五年 从去年的埃在家中 我们提供一些方案 针对一些弱势或在家中的一些安全 通过我们的方案提供一些安全的保护 那今年这个主题我们是通过出行 此次捐赠的系统将优先安装于 屏东县嘉义县及台东县等偏乡 及有迫切需求地区的消防车辆 以先进驾驶辅助及管理系统 提升消防车辆的出行安全 进而保障全民的安全用路环境 因为异味的事件多了以后 总是是国家的损失 不管是撞到别人或是被撞 都是一个属失 那我们很努力在想说 有什么方法 让这个损失能够降低 怎么从消防的捐证 示范以后 成功以后能够往外快推 这是我们整体达到交通安全所谓的目标 示范我会注意到 这22号示范结果是怎么回事 假设是可以成功的话 也许我们在消防单位 这边扩大推动是一个想法 那假设消防单位快速出行 都能够达到目标 我想推动那一般的车辆的行驶 应该不会让消防车开这么快 所以你才算是开这么快 透过科技辅助 除了让大型车的驾驶人 拥有更安心安全的驾驶体验 也有助于提升道路安全 让汽车 机慢车和行人 都能碍在途中安心前行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接下来带您来看国光剧团 为了要迎接2025年成团30周年 在2024年下半年 将推出两档大戏 思维京剧及唯美新编剧作 呈现国光创作的多元面向 无数细迷的心 这次作为迎接国光30周年 团庆前奏 也让观众见证到京剧艺术的香火传递 《阎罗梦》天地一秀才 是国光的京剧新美学的起始点 那么我们已经反复演过很多次 也已经传承给年轻的一代的演员了 那么今年这次再推出 最主要的意义就是第一男主角 这个书生这个半日炎罗 有了第三代的人选 我们第一代是原创的是唐温华老师 前几年圣剑加入 又展现了一个崭新的气象 而今年周慈爱变成第三代的男主角 这是不是就印象了我们说的 国光的清边戏能够磨成传统戏 而且我们的卡斯不限一组 那么因为周慈爱当作了 担任了第三代的男主角 所以所有周边的角色都有一个大调动 等于是全员的大更换 那么这样的一个展现 我想是今年再推《阎罗梦》最主要的意义 同样意义深远的还有三个人儿两盏灯 由王安琪、赵雪军共同编剧 以极为唯美且细致的方式 挖掘女性甚至人性情欲的想象 2005年推出的时候 她得到了台新艺术奖 当前最重要的一个艺术奖 得到台新艺术奖的评审团大奖 那年台新的第一名是《如梦之梦》 那我们得到的是评审团的大奖 然后也得到了金钟奖 那个时候金钟奖还有传统戏曲 所以也得到了金钟奖的最佳传统戏曲奖 所以有这么多金、度金加深 所以这个戏要称为经典 我觉得是一点都不需要脸红的 可是也因为它太经典了 所以后来我们就不常演出 因为我很保护它 我觉得这个戏我很怕演出走了味道 所以后来有一点不太敢演 那么一直到现在 到今年我想一定要推出了 不然观众好日新又新 大家都不知道了 那一定要推出 而我们今年又有新的金音 有黄宇玲的加入 有林佳玲 还有最年轻的谢乐 所以这一组金音版 可以跟原创版放在一起 让各位看到 我们的卡司不止一组 我们是人人会演 然后个个都能演 《天地一秀才》闫罗梦 将于9月27到29号 在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听演出 12月6号到8号 将演出为美心编剧作 《三个人儿两盏灯》 《喜爱国光剧团》的观众 可千万不要错过 记者李希会台北报道 1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机上核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2年以下徒刑 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用时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核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 机上核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113年度全国渔民节庆祝系列活动 9月6号在基隆登场 陈珍邀请全国的朋友们踊跃参与 一同感受这一场渔业界的年度盛典 全国渔民节系列活动记者会上 颁奖表扬座大渔旗着色比赛得奖者 现场还有灯火渔船首作DIY 为9月6号即将登场的全国渔民节庆祝活动揭开序幕 因为渔民是全台湾最重要的守护者 我们基隆是一个很重要的海港城市 我们的渔民在这阵子我跑了很多的公寓 进了很多的里长 看到了我们的渔民的可爱跟努力跟用心 我才觉得我们能够争取了差了18年 民国95年海大办过一次 18年后我们可以再办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每年的渔业产值大概有900亿元 渔货的这个重量有89万公吨在去年 所以我们基隆港呢 当然办也在这个相关的产业里面 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每年渔货量也达6万公吨 排名全国第4名 是不是给我们基隆一个掌声好不好 相隔18年之后 全国渔民节庆祝活动将在基隆举办 除了有全国模范渔民颁奖表明之外 基隆区域会用心规划 举办环岛食渔列车宣导 助大于其彩绘活动 加镇系列课程 及渔村文化走读等内容 希望让民众认识台湾的渔业文化 最主要是肯定移民过去一年来 对移业的贡献跟信心付出 提供了优质的水产品给国人享用 那今年的全国性移民节 由全国仪会跟基隆七一会合作 在基隆这集办 那9月6号办理庆祝大会 那也会颁奖某万移民跟优秀移民 欢迎全国民众来到基隆 基隆七一会 全台湾的产值有60%的厨师来有 基隆 我们的小姐 都是从船上抓上来 就是结束冷冻 新鲜 美味 可口 所以说欢迎全国 各位朋友们 永远来基隆 值得一提的是 基隆区域会环岛列车 前进30个偏乡地区 将所管带入校园 让孩子们认识棒授网 渔业文化 我们基隆区域 一个承办单位 非常用心的一个规划 跟筹备 办理了一系列的相关的一个活动 比往年 都更丰富更多元 而且很早就启动 那你像我们的这个 全台的十里列车 包括说我们的料理竞赛 包括说渔村小旅行 大鱼旗的一个竞赛等等等等 那社会各界 包括大家都非常的热烈的一个餐饮 那像我们这个十里的环岛列车 我们到全台湾各地的一个偏乡 包括最高到我们阿里山的这个 乡林国小 2195公尺的这样一个最高学府 去做这个十里的一个推广教育 而且我们很感动的是 我们到学校去做介绍的时候 跟小朋友互动餐旅 他们很多说第一次吃到我们这么好吃的 基隆的一个小卷 我觉得这个相当有意义 那所以说今年的相关的一个系列活动 那我们希望说 除了说渔民朋友的参与 我们希望各界多多参与 多多了解 了解渔民节的意义 而且了解我们渔民的一个辛苦 我们很好很多的宜山品 而且这些 宜村这些年纪长者 他们因为可能会行动不便 或是爱出门 所以我们做了长照 希望到各区各里去 风花 让他们吃到我们优良的宜山品 也细心的去关心他们 问候他们 全国渔民节表演大会 将在9月6号 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举办 现场同步有渔会嘉证成果展 灯火渔业首作DIY 说故事 基隆区域会绿色照顾成果展 渔业数位典藏纪录片 和渔民产业论坛等系列活动 晚间将在湖展3 会释放高空烟火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最近来看 基隆区域十余环斗列车 开进新北市新兴国校 透过十余课程 教孩子们认识渔获 从产地到餐桌的过程 同台登场的小卷炒面 让孩子品尝到新鲜的海味 他是屋贼 Tout 2是小孩子 Tout 2就是大只一点 那这就是他们的baby 那我们台湾人也吃这个baby 小卷 中卷 Tout 2 泡管 到底要怎么分辨呢 让专家说给你听 那他们其实都可以称过叫做鎖管 他有什么性啊 各位刚刚有问到 他如果有灯光照他就会怎样 把他吸引过来 第一次摸到小卷 小朋友们好兴奋 除了分辨小卷特性 还认识小卷的身体构造 再来的材料有 那个蒜头 蒜头 对 然后葱 高丽菜放进去 从认识眼睛 身体构造 到如何上餐桌 课堂上 既用余会的讲师们 亲自示范料理 那我们再拌一下 清洗好的小卷 爆香清炒 搭配蚝油 酱油 放入包里菜 黄面腿下去拌炒 一整锅的小卷炒面 简单料理就可以美味上桌 今天的桌角是小卷 你有没有吃过 没有 那感觉怎么样 很好吃的样子 今天上了做墨鱼炒面的课 我觉得很新鲜 因为第一次看过这么特别的料理 我觉得很有趣 我回家想要做给爸爸妈妈吃 因为其实我们台湾四面环海 但是小朋友其实对海洋 对渔民的生活什么都 其实都 其实都蛮陌生的 对 然后今天我看他们反应都很好 就是看到那个小卷啊 透抽 还有老师们 介绍了这些生物他们的构造啊 然后甚至还你们还请人来料理啊 所以他们就是各种感官上面的那些就是学习这样 对 真的是 我觉得 基隆区这个渔会这个活动真的很有诚意 金融石鱼环岛列车来到新北新兴国校 不但带来石鱼教育课程 教导小朋友认识台湾渔业 分辨小卷金鱼捕捞技术 还将石鱼列车开进校园 让孩子们可以开心的品尝新鲜又美味的小卷炒面 我学到 如何分辨鱼的品种 还有 然后怎么 怎么钓小卷的方法 就是 怎么分辨花青云和白 白夫妻 白夫妻 还有呢 然后学到怎么捕捉 那今天我们是透过一些 简单的影片 鱼具鱼法的简单介绍 还有我们的天才小钓手的 预教娱乐活动 带给我们的同学啊 学生一些简单的石鱼经验和教育的 教育意义 也让他们有直接可以看到现场 主食的一个状况 那去了解我们这个小卷的一生 也了解我们怎么分辨这些投足类 基奥区运会石鱼环岛列车开进新北淡水校园 带来新鲜的小卷炒面 让孩子们从课堂中认识小卷 品尝道地的小卷炒面 让台湾食欲教育 从小炸根 记者蔡小军儿 记者黄少民采访报导 为了让阅读活动变得更有趣 基奥市文化观光局 特别在9月和10月策划了 海塔知识的阅读主题市集活动 并结合寻宝吉章换猴里 让阅读活动充满了互动性与知识性 从入口的地方就是会在 盛行广场的部分 一进来在9月的部分 其实就会有很多的创作区 为了让阅读变得更有趣 基隆市文化观光局 在基隆塔周边廊带的 扇行广场策划了海塔知识阅读活动 9月21到9月22 10月11到10月12号 共有四天的互动体验市集 即日起还可以拿着特色DM 寻宝换猴里 欢迎大小朋友一起来参加 今年重新的升级之后 我们就希望它有更多的活动互动 不单单只有是来去看了解阅读 而希望它可以走入基隆 所以我们这次两场活动 都结合我们国门广场的大型的 一些活动去做整合 那这整合的过程 当然我们当然就希望 透过集张的方式 或者是走多的方式 或者是报名的方式 让大家看到基隆 其实在这一年多 发生了非常多的变化 不仅是我们有共读基隆这个牌子 那更多我们希望 透过集张的方式 走到我们可以 已经在做推广 跟更多不一样的 一个复合式的一些书店 去看看去了解 所以刚刚的集张活动 的互动 在地店家的去探寻 现在就可以开始 然后在市集 当天两天 我们其实每一场市集 都超过十多场的体验活动 所以呢 大家来 其实也不会想说 阅读好像 你都是要看着书本 它的体验活动很有趣 然后因为我们会 准备好共享舞台的场域 让大家可以去展现 然后小摊组呢 也是我们特别想说 九月就是希望说 孩子们也可以把他自己的事情 进行一个摊位的展现 来发生 发出他想要发出的一些活动跟行动 所以其实到现在 已经有蛮多亲子家庭 他们有来支持 然后就会去推动说 或者是在地的协会 他们是关心孩子们的协会 所以他们就会带着孩子 想说 我们从练习怎么成为一个小老板 然后但我们先不从开一间店开始 我们其实变成这个市集的 台塔师是一个平台 让大家来做一个 当我当小摊组的练习 阅读系列活动也藏有许多小巧思 像是特色DM寻宝图 还可以折成小纸船 当成装饰品相当有趣 发挥互动与创意的精神 要让大家以多元的方式 来阅读基隆这座城市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未来要精进义警同仁的训练 并凝聚共事 基隆市义勇警察大队113年教育活动 在基隆市体育馆举行 市长谢国良特地到现场 参加教育仪式 感谢五百多位义警同仁 协助基隆各项大型活动的举办 维护秩序与安全 画面上是基隆市义勇警察大队 113年教育活动 市长谢国良亲自参加 充分感受到义警同仁的团结精神 担任义警顾问的张耿辉议员和秦政议员 在SARS过我们就是 请我们所有的义警弟兄出来 我们校园 演练一下我们的交通 还有等一下有交通指挥处 还有我们的警棍处的演练 治安的优良是施政的根本 没有基本免于恐惧生活环境 任何辩明措施 优良经济的政策 都是无用的措施跟政策 所以我们今天在体育馆校园中 看到各位义警弟兄 各个展现英姿幻发的面容 充分展现维护治安的决心 我们是不是给自己个热烈的掌声 有效而且有战斗力的来完成 毕竟我们义警 还有我们相关的邪情名利 都是我们社会上最重要的一份力量 当我们的国家社会如果发生相关的状况 我们大家自然就会挺而来为国为民 来保家护我们自己的家乡 在地方上跟我们大家的服务 这个警力有限民力无穷 完全既有的这个加工资安团 靠近各位的一个全力的资源 感谢大家 祝福大家 谢谢你们 有限民力无穷 这时候充分的发挥 这么多的好朋友 长期来支持我们交通 交通道的贡献 真的贡献良多 深圳激功 感谢大家的辛苦 谢谢大家 所有的我们的市政府警察局的勤务 很多都是要我们疫警来帮忙 包括我们后天的全国大建的 疫警市中的一百八十几个 疫警都勤募出来 支援我们的交通管制 还有人员的草野管制 包括免连的东黄 就是在我们充安的时候 所以说我们疫警所有前市 五百多个疫警兄弟 也会出来协助我们市政府警察局 担任东黄演出 所以说我们平常所有 就要实施把我们疫警的 警务信念好 警力有限 名利无穷 易勇警察大队 是全民国防的重要一部分 对于社会整体的治安 以及紧急状况应变 发挥相当重要的力量 市长谢国良相当感谢 易警同仁坚守岗位 协助基隆各项大型活动的举办 发挥热心奉献的精神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市政府与故事工厂 首次合作的 星光大道青少年表演教室 在一连串课程的扎实训练后 36位学子在信义国小 进行成果发表 将童话故事改编 生动的演出 参与星光大道青少年表演教室的 36位学子 在六天课程的扎实训练下 进行成果展演 我可是神的精灵 演出成功 基隆市政府与故事工厂 首次合作的 星光大道青少年表演教室 成果丰硕 参与学子们从一开始的害羞 到现在站在舞台上 展现自信与对表演的热爱 让在场观赏的营队老师 与家长和贵宾们相当感动 对 我觉得很好看 然后还有你们很多那种 很自然很可爱的反应 就是像我们这种表演过很多次的 是很少会有这样的反应 但是在你们身上 就是有那种很自然 又很讨喜很可爱的反应 我觉得你们真的好棒 给你们自己掌声鼓励一下 是谁 这么大摇大摆的走进来咯 哎呀 是反应了是不是 怎么现在才回来呀 我什么晚 这么晚了 什么教室啊 都还没有做 然后还有很厉害的是 我觉得你们把 有些人把角色的说话方式 还有角色的性格 个性都弄得很有特色 就是很有记忆点 所以我到现在还有一些角色 我现在印象还是很深刻 对 然后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非常的厉害 然后希望在未来的路上 你们可以在表演的路可以继续学习 因为表演是学不完的一条路 那小朋友在短时间内 一个魔鬼训练营 他们大概体验到的是一个人际之间的沟通 然后团体之间的合作 那他们去体验一个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 然后今天他们需要突破这个障碍 然后看到没有到人群 但是在看到观众席的时候 我相信他们需要鼓起勇气 那这个第一步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容易的 我觉得光是这个第一步的勇气 就是他们今天需要得到的能量跟礼物这样子 这么年轻的小朋友就有这个机会 可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剧场的人才培育 我真的很感谢故事工厂 而且很感谢我们的明星讲师们 因为我觉得在小时候 然后就可以去学习肢体的表达 然后去探索整个感官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真的是一件非常机会难得的事情 那今天非常开心 因为经过六天的这样丰富的课程的洗礼 我相信同学们 他们不管是在肢体表达语言上面 或者是在对于这个产业的了解 甚至是在于感知他人的部分 都有非常棒的收获 那我们也很感谢今天 有这么棒的导师群跟评审群 包括故事工厂的整个团队 带给基隆这么棒的课程 透过首次的表演迎对课程 让外界看到市府 相当重视表演艺术与人才培育 也让参与学子 有机会认识剧场的幕前幕后 开启视野 可说是一次相当难得的学习机会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 基隆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中央新闻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阴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纳克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罪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